其友们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元围棋频道的时局精解 我是彭全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九届应试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一轮 由中国的世界冠军顾子豪对阵日本的第一人 锦山玉泰的一盘精彩的对局 我们先进入棋局 然后再给大家边说边聊 经过拆先之后 世界冠军我们的小姑是拿到了黑棋 锦山是白棋 这盘棋可以说是在第一轮里面应该说是一盘重头戏了 由中国的世界冠军对阵日本的第一人锦山玉泰 锦山的话其实其实我们可能也是非常熟悉了 特别是在我们的国际赛场上 他也是世界亚军和日本的拳冠王 现在不是拳冠王了 这两年也是有别的骑手崛起 也是挑战了他 但是依然他是第一人 应该是日本的骑胜家本英凡 而且齐峰是非常的以彪悍 以善战建长 锦山也是战胜过几扑所有中国韩国的成名高手 包括朴丁环 包括柯姐 包括别的任意的世界冠军 所以说锦山的话在一盘棋的对垒中 可以说是不逊色于任何的骑手 也就是说在应试杯的本赛的第一轮 小谷抽到锦山 应该说是一场恶战 我们来看一看这般棋 锦山是一个错小木复古的开局 而黑棋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 第三步直接下了一个三三 这里的话我就猜测一下 我觉得这个三三最大的用途 请我们这里注意 它不是说我们三三和新卫 比如小木哪个好的问题 也就是说可能会顾忌到一点 就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在AI时代 我们就有近几年 阿华狗兴起之后 很多大家都会用到一个AI 去研究围棋 或者是平时做一个赛前的训练 或者是赛后的练习 也就是说很多布局的套路 就可以说叫日新月异 或者说防不胜防 这部三三的话 我觉得可以起到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什么呢 至少把这盘棋带入到一个相对 双方都未知的领域 如果你下二连星的话 如果锦山还是错小木的话 这个之后的下法应该说 锦山可能会更熟悉 因为毕竟他主动下了错小木 所以说一看抬手就是小木的情况下 我们的小谷也是非常的机智 我觉得什么叫机智 就是我知道你熟悉 这个错小木肯定是后续的变化你熟悉 但没有关系 我把这里放在一个三三之后 这样的话整个局势 对吧 我们相对来说就导入一个 双方都不是很常见的一个布局套路中 也就是说你平时不太可能去研究和测到 用AI测到后续的下法 那我们就拼实力嘛 拼我们的棋的理解 对吧 拼我们的力量 古子豪也是一位非常喜欢战斗的世界冠军 可以说是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下棋非常火爆的一位棋手 锦山本身就是一个大力士 以战斗建场 所以说今天的话 球们会想象一下这盘棋 就是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我觉得就是 我说完这两个介绍之后 大家再看这个下一步棋 飞棋的第九首 就是古子豪的第九首 然后再看看锦山玉泰的第十首 球们 大家有没有感觉 这盘棋一定是一盘超级的 就相当于一个大乱斗 球们 就是互相都不服气嘛 我本来就是杀人的人 对吧 我本来就是屠龙的人 你竟然还敢跟我那个 刚正面对吧 你还敢跟我正面作战 那就来嘛 对吧 我们都是大力士 那就比比谁 力量大 其实这部酒啊 我要给球们多吐槽两句 其实作为起礼上来说 或者说是 更多的选择上来说 还是推荐起我们下这部 不猜啊 为什么呢 这部酒只能说是一个个人色彩 非常鲜明的下巴 就是某种意义上可以 甚至可以这么解读 就是我自持力大 就是小谷说我 对吧 战斗我从来没有怕过任何人 你如果棋友们 你们去对局的时候 你也是这么想的 不管我是什么水平的棋手棋友 我跟我的这些老对手下的时候 我的力量都是满分的 都是我杀他 没有他杀我的 那你就学他这部棋 逼到头然后直接开转 但是呢 其实从棋底上来说 请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局部 我想说的是 纯理论上来说 白的是五个子 在整个左边 黑的只有三个子 这两个空角 是救援 战是救援不了 整个左边的这个大战的 所以理论上来说 虽然是黑棋先行 但是其实 战斗的角度上来说 白棋子力更多 其实黑棋是越越有一点 我个人觉得是有一点 过分或者说有一点点不利的 所以说从纯理论上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是站稳脚跟 就是慢慢来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就这么 慢慢下 慢慢下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下法 因为在整个左边 从子力分析上来说 纯理论来说呢 应该说是敌强我弱 站在黑棋的角度 那就说我们敌强我弱 那我们就比强我们要自保 对吧 危机实觉是这么说的 对吧 我们不能比强我们硬来 对吧 那个是 对吧 这个版本不对的 就说其实硬来稍微有一点风险的 而且你的对面还是一个 日本的景山玉泰 一个传统的攻击型 力量型的棋手 所以说 这个选择本身 应该说是黑棋是有一些 我觉得是有一些冒进的 脚股的当然了 这也是他的风格 我们来接着看 在加击的时候 直接就靠出 可以说双方下到第17首的时候 我可以这么说 这盘棋已经没有布局了 大家会看到 就直接就开战了 这盘棋其实前面周围的都是过场 就是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一排很传统的双方复古的一个乱战的一个布局 或者格局 其实在我们现代围棋的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下 已经不常见了 因为正常来说我们总是会先布阵 布阵完之后再循序渐进的再去发力 直接上来两个人就开战了 非常少见 当然也是这两位骑手可能碰到一起了 也是这个下发 景山也是忍无可忍 但下到这里 我还是想说 这个骑 黑骑的孤子豪 其实还是会为他有一点小孤 有一点点担心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局势 或者说整个这个 就是 这个左下角的这个子力配置 我们会看到 其实黑的多多少少还是落入到了一点小的下风的 那接下来的话 小尖的话是我们 其实我们应该去学习的一个攻击的手法 可能在这个形状上 很多骑手们都会用一个挺 那挺完之后呢 请我们看看 这个其实是一步 在这个场合下有点小熟手的意思 为什么呢 首先你挺完之后 你不可能去断它 我给大家摆一下 你也不可能去断 为什么不可能去断你断马上就会吃一个反断 请我们看 这个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虽然你可以从二路爬过 但是我就不解释了吧 对吧 一个大家都下围棋 你要从二路边爬过 熟悠熟悠 我想我就不需要我解释 请我们都懂了 所以说这个球战略不能断 那不能断的情况下呢 你得先补这个断 对吧 你得补断完之后 你才有可能去断它 但是你补断完之后 就算它补断 它还不一定补 你自己还签个断 你还得自己也得补 如果双方都补上之后 请我们会看到这个 在整个左下方 我觉得优劣是非常的明显的 就是整个黑旗还是 跃跃的有一点苦战的 因为大家会看到 这个形状 虎的形状 其实双方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在脚步 请我们看到明显 白旗占据了上风 就是白旗 有根 这个旗 就同样 如果你出去的话 白旗一跳 白的就活了 那黑旗的话呢 你拖 虽然可以去做眼 但是拖是做不活的 我们给大家摆一摆 最多只能让你有一个眼 但是局部 你是不可能走出两个眼的 你持我会弯着这里 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战斗 如果在双方正常的这个 进行下呢 黑旗是眼位是不如白旗的 所以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长的话呢 会是一个俗手的原因 的话呢 也是一个俗手 拖完虽然很痛快 但白的会虎在这儿 请我们看 这个形状 白的依然很完整 永远冲不开 给大家摆上 这是两个虎口 没有任何的问题 所以说呢 这时候长和拖都不是很 舒服的情况下呢 黑旗下了一个尖 这也是这个局部的一个 算是一个小手筋和巧手 因为这里 如果你搭我 可以通过这个挖你 破坏你的形状 球门会觉得很奇怪 那老师刚才不是跟拖 有什么区别呢 最大的区别就是 黑的白的在这里搬了一下 搬了一下之后 黑旗的这条边上 这个几个旗子就会变厚 因为随时一打拔就活了 这个斑是 白的是损的 如果它搭的话 如果它挤的话呢 我们可以吃进去 吃完之后 我们接在脚里 外面就不管了 如果你走外面 黑的是欢迎的 黑的就把这个脚给吃入 所以说呢 这个煎的时候呢 白的其实也蛮难硬的 这个局部 下部这里有一个铐段 有一个铐 如果是你不理我 我有一个铐或者有一个顶段 就是看情况 我来决定我是铐 还是顶 这个你不确定 如果你还是这样呆病的话呢 我们这个肠 就不用理在这 我们肩会比这个 肠在这效率更高 因为对黑棋 这个以后啊 黑棋对白棋的这个眼位啊 这个压力会更大 而且病的话呢 白棋的指效也会变得很低 所以说实战的话呢 景山也是不能忍啊 你 兄弟你下了个手筋是吧 你下了个手筋 还要让我那个 各种的这个 就相当于 让你便宜啊 这是我不能接受的 兄弟 然后紧接景山下了一步 非常非常凶狠的气 我们来看一看 我觉得 可以说是 反正我是没想到的 他先冲啊 先冲的目的非常凶悍 因为如果是不冲的话 刚刚说了 把黑的有个顶 顶的话关键是黑的 这块这个地方 以后就冲不出来了 就他先打一个时间差 先冲 你这时候不能挡 然后他可以把你切断 你再断我来不及了 我把你先吃了 你的脚上气线不够了 你这时候也不能接了 先我直接砍你的脖子 就非常凶狠啊 对不起 怎么看到 来不及了 你直接被我断拿来吃了 所以说我冲的时候 你只能退 那球门会问 他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揭晓一下 这下了不起啊 非常的霸气 他把你拿来断了 球门看到 就他直接把黑棋拿来断了 断了意思就说 如果你拍施 我就直接把你拿下了 这里他有一个这个起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可以凌空一并 凌空一并之后 这里要一个针区 很明确下一步这针区就爆炸了 黑的正常得补齐 补齐的时候 白了再这样硬打一下之后 他就往前冲 锦山呢 从这个局部 大家可以看出来 为什么叫说 我说他叫日本的古典大力士 非常的简单直白 我就是要直接把你拿下 这边损多少 我们不管了 我把你这个左下角 黑的全拿下 对吧 我损多少空不重要 我把你吃了 我的空就来了 对吧 我相信青门也有这样的经历 对吧 有些起我们下棋 我不需要违控 对吧 我也不需要数木 因为我把你的棋吃了 我自然就有木了 我把你的龙土了 我自然就赢了 对吧 锦山就是这样的一个棋手 所以说这个断的时候呢 黑的已经其实不能够 去吃这两个子了 就不能够普通的打了 就这时候黑棋也是面临了 第一个小的困局 小谷也是这时候比较难过 粘的话来不及了 粘的话白的跟黑的转换了 断这个他就不要了 吃三个的话 自己损失更大 我们给大家摆一下 这三个他也不要了 他把进去 左边这三个死 全部给断开 也来吃了 所以说 已经防不住这个断了 吃也吃不了了 非常直线的一个攻击手法 这时候 黑的下一步棋也是展示出了我们事业冠军的一个实力跟风采 就这里也跟起我们说一下 就当我们一些局部直线攻杀感觉兵临一个绝境的时候 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小的思考方式 就是你们千万千万不要感觉到巨大的危机和压力 还要迎难而上应来 有时候下围棋呢 真的是可以迂回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围棋其实是有多重的元素的 我们是可以下一些 对吧 曲线的下法 通过一些曲线的下法 来保证我们 就是平稳的渡过难关的 就是很多时候是可以转换和弃子的 或者说是我们这个脱纤的 因为很明显这个断黑的是 白切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吃嘛 如果你能吃那白的再下什么嘛 对吧 这个断大损 所以说这时候呢 应该也算到刚才这个冲了 所以说小谷下了一个非常柔软的三路托 请我们看到 可以说这里双方的攻守都是非常的精彩 请我们 就是下出了 我觉得都下出了冠军的风采 请我们就问他这个托是什么意思呢 他希望你去做一个斑 请我们注意 只要你这里斑一下 黑的就能吃了 我再把这个地方给大家还原一下 只要你一斑 你不斑的话 我脚上有火旗 你这个冲就没有用了 如果你斑的话 我这个旗就能走了 为什么你再这样来的时候 请我们看到他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很巧妙的一个加 请我们 他可以先加两下之后 然后呢 因为你肯定得硬嘛 我们推在这个位置 或者说我们吃回来都可以 当你再冲的时候 你会发现就不行了 请我们 大家看到这三个子啊 交换完之后 我请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抠吃回家了 只要你不敢冲呢 我这里只要你冲不出来 那白的就崩了 你这两个子被我就 被我拍死肯定是大损 所以说呢 这个下把就不成立了 你不能扳 请我们 那不能扳的话呢 你也不能后退啊 后退我也可以吃了呀 因为你再冲的时候 我脚是活的 我一立就活了 请我们看 我甚至可以挡住你 然后我们立活就完了 所以说 黑棋拖的时候呢 白的也是局部不能下了 白也慢不了 是后退也不行 所以说呢 双方就形成了一个大转换 我们来看看 丙山直接就把外面给蒸了 这里索性就不下了 那你蒸了的话呢 脚就 从白起姓黑了 这两个子 对吧 一拖一加 这个脚呢 就被黑棋给吃回来 而吃回来 就基本上也顺势 把这两个子也救回来了 那白棋得到什么呢 白棋得到了外面的外事 所以说下的是 双方可以说 是我觉得蛮精彩的 然后这时候白的拖鲜 继续的扩张自己的 下面这条边 因为这里不能冲了嘛 不能乱冲了 现在暂时不能冲了 冲了会被这个黑的反断掉 所以他就 警察也是稍微的 就是降降速吧 给这个棋 紧张到这个局势 稍微的给 那个平和一下 请我们 挂一下 他的目的是挂一下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些 看看情况吧 挂一下 因为这里肯定不能让 黑的踩过来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也是 黑棋也是 我觉得脾气非常火爆 小谷的棋也是 绝对不会让你先有便宜的 如果你先有便宜到 大概率黑的 白的会在这边 攻击黑鞋 攻击那个 左上的 那个挂脚 那个子 所以这时候呢 小谷也是先 一个 一个这个叫什么 五路的靠 先把上面给活掉 这里的话 可能秋门就会觉得 头有点晕 这个老师 这个五路靠 又是什么意思 这个五路靠的话呢 它其实是像 安定这个子的时候 告诉我们一个常见的下法 就是可能 其实我们觉得很华丽 但其实是一个 很常见的下法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简单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这里的话 不管你是搬还是长 正常来说 你不能长这个 就压过来 白的亏了 如果你搬的话呢 它会顺势的 正常了 或者说顺势这样打 搬完打了 往前长 现在的话 由于这个棋 有一个真子的问题 这个 白棋 不能搬这个 甚至我都不用长了 我打一下 我真子就逃出来了 我真子一逃出来 这棋就 你就危险了 请我们看 对不对 这边球全部就 相当于崩盘了 所以说 平时是可以外搬的 但现在不能搬了 也就是说 我靠的话呢 你必须得硬棋 你退这个不行 那你只能搬或者退 那搬和退 其实都是一样的 它的目的都是虚晃一枪 它最终的目的 最终的想法 是为了拖这个33 请我们注意 最翁之翼不在酒 它靠这个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做活 请我们就会觉得很奇怪 那直接拖 直接拖 白的会搬你虎 对方会吃 你活不了 请我们 这个是变成转化 但是呢 你会很损控 这脚步就会被白棋 全部给拿走 通过这样一个靠之后呢 对吧 围棋很奇妙 请我们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如果你搬这个 它还是拖 如果你再下这个呢 这个形状 黑白的就危险了 这一个虎 请我们看 这里马上要切断你了 对吧 如果你保这个断 脚上就被我吃了 如果你退 我断进去一样的 你吃的话 我这里有一个反吃 这个 大家看这个形状 白的就危险了 请我们 所以说你搬的话 它也是一个拖 那你如果不能搬的话呢 我们这个脚上 拖了一张 我们就活了 而且还把脚控 就给黑棋就拿掉了 请我们 大家看是不是很神奇啊 如果你实战退的话 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拖 因为你在搬我虎的时候 你就打不了了 只要你打不了 黑棋就活了 请我们看到 立下来就直接就安定了 但你现在不能打了 然后反打 有这两个子的交换 你这个断点没有 刚才你是可以断的 现在你断不了了 那断不了的话 这个棋白棋是亏的 对吧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 在这个地方定型的时候 当想安定这块棋的时候 下这个碰靠 其实挺好用的 请我们就是 大部分时候 比如说这里被夹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下这个碰靠了 就是碰一下之后 记得是拖的 剩下是拖的 所以实战的话呢 也是小郭就把 顾字豪就把这个棋 黑棋先给 安定掉 顺便拿点实控 但是呢 你这个事情呢 又成功记录了锦山 简山说我挂脚 你没理我是吧 而且你还居然把我实控拿了 他估计当时想的是 他可能这边去攻击这个三三 然后我们防守一下之类的 这时候 爆脾气 火爆脾气的锦山 已经忍无可忍了 请我们看看他的棋 所以我觉得锦山的棋 确实是为什么说他能够战胜 中韩的任意的事业冠军和超级高手的原因 他的棋真的非常的凶悍和有爆发力 也不跟你废话了 对吧 你既然没有看上我 既然我下了一步棋 你敢拖先他头 对吧 好歹我也是日本第一人 我也要面子的 对吧 而且你不单拖先他头 你还把我空给拿了 那不能忍 就直接来吧 这个地方其实这个段 我估计黑的也没有想到 那么的止歇 因为 其实白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冲断会让白棋付出 其实蛮大代价的 就是他这里得爬很多很多的二路边 他虽然这里可以先手走几下 但走完之后 这些都是先手 但是他必须得不停的去爬这个二路 我们来看一看 因为少爬一下自己就死了 虽然说这个棋可以下 但是其实非常需要勇气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全部都知道你爬那么多二路 而且还得再补一手 不怎么补的话依然是死的 教大家一个小手机 不是打这个 这样拔就被爬活了 也不是拐 拐的话黑白的是活的 教大家一个小手机 就是我们可以一路打 也就是这个形状 大家以后要提防一手 这个一路打 一路打大家看到一目了然了 下部我要吃你的旗筋 对吧 你要粘或者粘的话 我再拐 你就活不了了 打我们就算接住 这里只是一个打结活了 这个结的话 白的是打不起的 因为是一个无忧阶 黑的完全是个无忧阶 所以说他还得花手机去接 这里球门就会看到 其实这个下把非常非常的冒险 我可以说 黑的把这个贴回来之后 只能说是真的非常喜欢战斗的 骑手才会这么选 因为球门看 这四个子加这两个子 总共下了六个二路边 冲断其实没有吃死对方的 自己其实也没有完全活 就完全是就是两军相遇 勇者是先上去再做 就是非常的勇猛 旗下的 就正常来说 我还是不推荐一下冲断的 我们把这个旗给大家涂掉 就正常的思路 就是这个冲断 其实是非常非常冒险的 当然了 锦山就是这样的一个 喜欢战斗的旗手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办法 去说他的这个好坏 就正常来说 我们能给大家看一看 正常来说 其实这个时候 当这个黑旗把左上活掉之后 大概率会在这个这边行起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摆几个 可以攻 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攻击 右下的这个33 能够获取一些便宜 就大概这样吧 就是当黑也可以飞 就这里不确定 黑的下法也比较多 正常说这个加拐 这样加也可以 就是 因为毕竟你挂脚 他没有去猜嘛 对吧 其实黑白起眼完全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满 就这个时候的局势 对吧 因为黑的其实也没有太多东西 也不用着急嘛 这个 说出来这个冲断 真的是 只能说是个人色彩 反正如果是我下的话 我肯定是不敢下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里 他其实可以做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他本身这里是能够把 这个黑旗给割掉的 其我们看到 因为你在度的话 这里冲回来 黑旗的形状很差 所以说 这两个子其实某种意义上 是能够一手旗把它割掉的 就这个冲断 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损控了 但是呢 这就是我们看到日本的锦山玉泰 所以说这个 其我们看到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个性 其实我也想说 这样有个性的棋手 其实至少在观赏性上 我相信 其我们会给他点个赞 对吧 或者是给个高分 因为现在的围棋 对吧 其我们都知道很多的棋手 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棋手 对吧 甚至你都看不出 他们的风格了 全部都是一些 非常那个 电脑化 AI化的一些招法 像锦山这样 比较复古的 比较有个性的棋手 确实是 我觉得是越来越少了 就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他这个下巴 还是非常的 赏心悦目的 我们看到 连续的压 这里正好来不及 给大家摆一下 黑漆不能逃真子 千万千万不能逃 因为你逃的话 你不能光看你左边 拿到了那个 大的鞭和大的木树 你中央七个奇筋 被闷杀了 这里不够气的 这是一个补助器 给大家看看 这是个补助器 吃的也一样 这是个补助器 所以说 他贴的时候 你只能尝 奇筋不能死 但你尝的话 黑的白的会打一下 把这个 针子给辅掉 不会给你 就是不会给你 那个逃出来的机会 所以双方应该说 这样就是一个乱战了 实战的话 这时候黑的有两个选择 实战的话 我觉得也是 顾字豪也是被警察整得 可能有点火 就选择了跳出 继续双方全局的 这个大乱战 其实这时候 黑的也可以选择 这边 我觉得先攻一下 或者是拐个头 这是两个不同的选择 他也可以通过拐头 拐头最大的问题就是 可能这五个子要被围攻 当然我们不管这五个了 通过拐过头来之后 我们可以先围攻 白旗的之前提花了这个子 真吃掉提花了这一团子 肯定吃不死 但是也会让白旗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下这也行 因为我们攻完这里之后 这里还可以攻 逼过去之后 请我们看到 上方的白子其实也没有安定 当然了 五个子大概就弃了 这是拐过来的思路 就比较简明的思路 但是如果是双方已经杀得兴起的话 可能就不会这么走了 请我们看 这就是实战 继续全局的大混战 这里的话 六十八也是比较必要的 如果继续走的话 就被拦一下 球门看到 肉眼可以看得出来 九块棋会被欺负 被搜刮 所以说这个逼还是很重要的 也是截断黑棋的归路 黑的也是 那你截断我的归路 我也把你的归路给截断 双方应该说是互不相调 这番棋 不论输赢 应该说 下完这番棋之后 我觉得两个棋手 可能就英雄相惜了 什么叫英雄相惜呢 就是兄弟 我发现你还是有点实力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发现你战斗可以 然后他也是微微一笑 你战斗也可以 对吧 你战斗了七十多个回合了 下棋手已经下到七十一手了 至少我的水平没看出谁好 而且双方没有死期 美盘从十几步就开始乱战了 然后一直到七十手 双方依然甚至连子都没怎么死 互相之间还在各种的柳杀 请问可以看一下 互相之间都有超过两到三块 其实都没有完全安定 都在对攻 所以说质量还是非常高的 也是证明双方的水平 在伯仲之间 我们继续欣赏 因为这番棋 下到这里的话 你很难去说该下哪里 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像这种乱战的棋 最大的点就是头绪太多了 但唯一可以确定是这种棋不要退 因为你退的话呢 飞完退的话呢 就会帮助黑棋 在右下先做一个安定 关键是呢 你退完之后没有什么收益 这里也不可能 别断黑棋 如果你跳出的话 对手一个堂堂正正的跳出之后 因为你从这边 是不能从这边出来的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 你如果从右边一路小跑出去的话 你倒是痛快了 你下面这几个字痛快了 把黑棋边破了也痛快了 但是呢 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 就是你中央自己这一团兄弟 这一团友军已经欲哭无泪了 我们看对不对 就是你一招很好的卖队友 卖得太彻彻底底了 因为把黑的从这边出去之后 中央越来越危机 所以说白棋其实是不能从这条路出去了 但是呢 当然你也不能从这边来了 随便来 那下面这几个字又被围攻了 结果这个棋满栏下 所以说这时候不能退 他得想办法从这挡下去 就想办法 想方设法能够让这个党成立 当然现在党战时不一定成立 我给大家摆一下 党的话 把黑的会这里顶过 顶过之后 这块棋就安定了 虽然说联班可以让白棋拿到一个角控 但是呢 这时候实控不重要 如果这么下了的话 白棋就会感觉支离破碎了 球门有没有感觉 他大龙全部联通之后 联合之后 这块棋就越来越危险了 直接可能就会被攻 甚至被围攻 所以说 这时候不能去摊这个角控 摊小便宜 也不能摊这个边 就是这里也是告诫一下 其实我们在下对攻的这种棋的时候 首先第一点 一定要想办法分段对手 就是不让对手联络 这个才是我们对攻的时候 第一个要素要注意的大的思路 因为你不能让对手连成一片 连成一片的话 他活了 你就危险了 对不对 本来说好的对攻 现在就骗你一个人被攻了 所以说 我们下这种乱战的棋 不能太多的在思路上 最大的点是什么呢 不能在 思路上呢 不能太多的去想 那个我们的实控问题 和一些局部的利益问题 要着远于全局 要先分断对手 我们来看看实战这步起 警察也是下了非常的凶狠 就这里 直接一个二肩跳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下一步马上 眼见就要飞攻黑系 把黑的给包进去 如果你脱线 可能连续就是一个飞攻 直接就把你照进去 你里面苦活 我肯定是能接受的 但如果你跳投的话 这时候 这个脚步的 请我们会看到 这个对比就发生变化了 我们就可以挡了 你在顶的时候 我们就不是挡了 我们可以退了 你这时候再冲 就冲不开了 正好是个虎口 请我们看到 那这个脚步就会被 完全的封锁掉 如果没有这个的话 肯定就被黑的断了 白的直接就崩了 结果这步 大跳呢 也是暗藏杀机 他想的 瞄到下面这个挡 和这个上面飞的 这个二者必得其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 他不小跳的原因 小跳的话呢 黑的可以在这里 先做一个扳的 这个先手之后呢 黑的先出逃 那这里就挡不下去了 只要这里挡不下去 把黑的这个右下角 是安全的 它可以先扳一下 如果这个大跳 你这样扳的话 你就会显得很损了 那这边 以后被拐过来 会显得很损 而且这里会有一个 准太多肉 会有一个靠端的味道 就说他大跳的话 一时二了 一边想到这边挡下 一边想到飞弓 应该算是一部 比较华丽的好手 但是紧接着 这时候的孤子豪 也使出一招 釜底抽薪 就是两位大力士 我觉得 这般棋至少是我来摆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看起来 非常的过瘾的 就是你大跳 对吧 首先小谷认为你过分了 我们来看小谷怎么样反击的 黑棋一个二路拖 看起来是防守 但是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不能让黑的过去 黑的一过去 白的就 所有的薄围 就会被黑的 反攻倒算 被暴露 所以说白的一定会阻度 阻度的时候 这部拖是不是防守 而是反击 在一个上加 这时候黑棋要把白棋也断在里边 我不是走不好了吗 我不是这个挡和这个非 被你二者避得其一了吗 对吧 那我就不补了呗 对吧 就是为什么说大力士都是这么思考的 我把你断了 你把把你拿来吃了 我就不用跳不用挡了吗 大家看对不对 我先把你断了 断完之后 如果你被我吃了 那不就这个其实就 我就 我就领先了吗 对不对 我 我还去关心我的断点吗 还去关心我 被你罩吗 不关心了 好了我们继续看 那这个子肯一不能死 贴下来 贴下来这双方就 真的全盘是一个大乱斗 我们来看一看 本来这个计划是很完美的 我们来看看黑棋的构思 下到这里 然后 脚股下来一个肩 请我们可能记住会有一个明显的疑问 老师这个棋不是脚死了吗 那事业冠军能看不见脚死吗 如果你跳脚 贪吃的话 就正中黑棋的技朗 他要的就是把这个脚给放弃掉 视差一气 没有错 但白的 黑的外面先手包扎之后 他就可以腾出手来 大踏步的攻击你中央 请我们看到 他要的是右边整条这个边 这样大条也行 未来这个整个的这个 右边大模样的这个大空 因为你中央这块不活 我揪住你这块之后 我直接就要求自然成空 所以说如果我右边一带成这种大空的话 脚就没 不重要了 请我们看对不对 你吃我脚 那吃呗 对吧 也就吃了七个子嘛 吃了二十目几对吧 二十目几对吧 二十目几了 没有问题 如果这么下的话呢 一举 我觉得不管大飞还是大跳吧 或者是这个 可以说是一举 把黑棋就取得了键盘棋的主动 因为这个时候白的不能去吃一个脚 我们看锦山怎么下的 请我们 我觉得这两 这盘棋应该说是双方都发挥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准 或者说双方在战斗上都会有非常高的天赋 请我们看 我硬拐 请我们 拐的话你肯定得搬 你不搬就不收气了 不收气你外面就薄了 你得搬 搬完之后 请我们看到我鞋刺里杀出一对人马 锦山说我先把你断了 我脚我也不要了 你要你吃 我把你齐心吃了 对吧 大不了脚都给你了 转换 双方都看不上这个三十目的脚 就我们看到 这黑的能吃十几目 刚才白的吃将近二十目 三十多目的脚不要了 因为我五个一吃 就我们看到 我全部都活了 未来你这块脚 上面这条笼就会被我反空倒蒜 甚至我挣个头你也很难过 对吧 我要的是全局的主动 那这时候黑棋不能齐这个五个 那你得吃出来 那吃出来之后 我先手拖一下之后 我又从这里杀出来了 这时候大家已经不关心脚步的死活了 有没有感觉到 就是两位棋手的实力 我觉得淋漓尽致 反正我的感觉就是一般的棋手 可能跟这两位下 可能过不了百招 真的 如果你力量不够的话 过不了百手可能就血剑当场了 就是太能杀了 请我们看到 对吧 双方又扭刹在了一起 请我们看 中间的话 双方现在中间 白的有两块不和 黑的有两块不和 然后脚上也生死不明 这里不管是白的斑还是黑的斑 这里双方应该都不会进死 然后再延伸到外面 大概这时候双方有互相之间有六到七块都没有活 对吧 局势的话 完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因为双方也没有实控 黑棋只有左下角的这个 十木棋的铁控 白棋的话就更可怜了 大概这个二路爬过这八木棋吧 别的地方没有什么控 双方的实控不超过二十木 然后有五六块棋 互相之间都没有活 然后这时候警察也不管自己活不活了 反正你没活 你死了我就活了 这个点也是郑重黑棋的要害 他就是 就是要围攻你 如果你贴的话 他再从这边出去 未来就是 如果你从这出去的时候 他就先下手围墙 先攻击你的大龙 对吧 就是秉承着刚才的这个理念 我说的这个理念 反正把你吃了就有木了 我不关心我有没有木 你也没空吃我这六个子 因为我现在围攻着你这十几个子 所以说 这个时候呢 小姑的话呢 也是简单的靠两下之后 为什么要靠两下 给球门看一下 靠两下也是暗藏着一个生意的 就是他靠两下之后呢 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顶的后门 随时一顶呢 这个条龙就回家了 挖不断 虽然靠两下有点损步 有点损味道 但是呢 就是说没有办法 他得先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这样的话呢 景山在尖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他就可以先从这边出去了 景山就不敢走这步了 走这步的话 我们就回家了嘛 如果是你顶断我 我再跳过来 那就可以双方对攻了 因为你也没活 对吧 大家会看到 虽然景山攻得很热闹 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是 一个眼都没有的 所以说 这两步棋还是非常的 我觉得有实力啊 就是 这里你不能外搬了 外搬我可以冲 这就中计了 当时这个还没有 这就中黑鞋的计了 直接就被这个传过去 它不是断的 不是要下面的木的 如果断就坏了 是黑的白的一腿 中间就危险了 这些吃都无所谓的 基本上其实跟木属没有关系 就是他外搬的话呢 他要了他这个搬 然后再贴回来 这时候景山坚出 双方继续对攻 然后景山跳的时候呢 他能够顶过 最后景山呢 也是自己也很危险 上面也快死了 这个也不能不走 怎么看到 最后被黑了下来 自己那四个也岌岌可危 所以先守一守 守一守的话呢 赶紧拿一个先手 不可以把这个右下角 先处理一下 没有完全死 其实这个我们看到 这个扑了打味道还是很饿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可以先走一守 先稳定一下局势 如果立的话 还有个爬嘛 先控制一下白旗 我们继续往下看 然后白旗继续 既然你辅了右下 我继续猛攻 直线进攻 可以说 这一串 包括这个118 我个人觉得 有用力过猛的嫌疑 就是 这就是我觉得 赏心悦目 是赏心悦目 就是 但是有时候 杀心太重 容易被那个 对方抓住机会 其实他 我觉得景神 就这样跳就可以了 他是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以后 别人拱一下之后 我给大家白话文解读一下 他担心别人拱一下之后 从这里拱 去 就是未来有一个 委屈 这个是个先手 这样是一个双拱的这个形状之后 有可能在这里能够苟且透身团两个 所以说他要把他扎掉 就说白了 直接要杀他了 就已经要动了屠龙的心思 但其实呢 他跳过去 全军形势他就不差的 而且黑的也不能轻易的下这种棋 对吧 大家都知道 不是说这种棋活不了 那活了不够呀 这种棋太亏了 当然了 这次都是事后诸葛亮 球 如果他知道后面有手段的话 他可能不会这么下 我只想这么跟球门说 对吧 但是他当时对局的时候并不知道 对方其实 也已经是暗藏的 反杀他 暗藏杀机了 要他知道 他就可能 不会下这个 118了 球门 就是 我相信他这个118 应该是他比较后悔的一步棋 就是 有点用力过猛 我们来看一看 他的如意算盘是 这时候我就一路 向下 球门 你也不跟你废话了 对吧 反正我如果能把你杀了 不就赢了吗 球门 其实这时候黑的也挺危险 因为 如果你搬的话 这里有一个架 球门 这里一加的话 这条龙是岌岌可危 球门 直接就被连根拔起了 就不能搬了 球门 如果是粘更不行了 粘直接就 大龙就交代在里面 所以说这个靠的话 黑的是不能搬了 正常如果退的话 他就一路向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活了你也惨了 这番棋 对吧 你这么活的话 肯定能拱活 就各种的 各种送 但是你 就不能这么下围棋 球门 这么下围棋 跟输了没有 跟认输没有区别 对吧 如果这么去活棋的话 所以说 如鱼算盘打得挺好 说实话 球门 就是我个人的理解 就这时候 看似 黑棋是非常的危险 但是 其实呢 就这番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景山自己 毛病也挺多 我们接下来再说 先不要慌 球门 然后接下来 小姑下了一部 让景山非常痛苦 或者说是 反攻倒算的棋 我们来看看 这时候 黑棋不紧不慢 现在这里飞一子 球门会看到 可能球门就会觉得很奇怪 这飞一子是什么意思 其实呢 这个就是 因为这里 球门看没有断点 给大家先解释一下 这个是没有断的 靠的话也被搬死了 所以说呢 这个局部本身 白的是没有联络问题的 所以说 这时候黑的去飞一子 飞一子的目的 在于什么 他先投石 问一下路 下一步呢 我要想把这五个子 冲回来 冲回来之后呢 我不就 这五个骑行吃我龙 不就活了吗 对吧 你如果要吃我龙 你得先贴 贴我们先尝一下 先舒服 痛快一下 我们看到这两步棋 得了很多很多的空 白的还必须得去补断 对吧 我先把这两个便宜拿了 然后这时候呢 我也不是去搬 我也不是去立 这里有一个碰靠 这个应该是早就想好的 一个防守的好手 我们看到这个形状很容易打眼 吃的话黑的扛住 白的这个结打不过黑鞋 因为黑的找个本身结就行了 然后他提回来 这个带响的黑的白的不能去打这个结 那不能打这个结的话 黑的很容易做活 而且你立下去之后这里形状也很糟糕 甚至以后直接会被黑鞋给挖断 所以说这个碰靠的话呢 黑的白的很难处理 也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刺的这个恶果 把这个鞋给 如果没有这个刺就没有这个碰靠 因为黑的没有顶这个刺 如果你这时候棒粘或者顶的话呢 有的这个接印它就可以搬了 请不看 这个加就不存在了 这时候你就 你这个铁同工完了之后 你就下不去了 粘的话也是一样的 请不看 正好 这个断不掉了 应该是临时看到了 虽说黑的已经看到这个防守的好守之后 但是他不着急 他先把这个外面的便宜给拿足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固子豪 中国的固子豪小姑这里先把便宜拿足 正常你只能贴嘛 把便宜拿足我 再一下这个号 再从容着做活 这时候大力士突然发现 紧张突然发现 这事情没自己想的那么容易 或者说没自己想的那么完美 就突然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然后所以说 他就不能贴了 不能贴之后呢 他又想回头 回头的话呢 我们来看实战 最后他就想 这里下一个这个三路斑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这边吃了对吧 我也不要了 把这个子给你抠了 上面也很痛快 然后我抠完之后 我上面也得一个大边 七个子是掉了 掉了就掉了吧 然后你这个脚呢 你还得补齐补齐 再给你收官 他判断了这时候 这个形式呢 可以说他自己也是 还可以下 或者说是 并不是 很多后 那接下来的话呢 又有一个他没有想到的棋 对吧 所以说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你去攻击一个大力士 攻击一个杀手 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看到下一步 下一步应该说是 孤子豪 小孤 蓄谋已久的一步棋 也可以说是说 对警察说 这个兄弟 哥 我忍你很久了 这番棋 对吧 你从开始 这个三十四的时候 就没把我当回事 对吧 我就一直在 孤子豪说 我一直就在防守 我一直就没有还手的机会 其实我也是一个杀人的人 也是个屠龙的人 但是呢 你有点不给我面子 明白吧 就是 对吧 到到一百二十五的时候 你突然 想明白了 发现杀不死我了 想收兵了 对吧 没有这么容易 请我们看看 接下来就 攻手就有点逆转了 比如说这番棋非常精彩 警察还是攻击了一百多步 然后 我觉得这步次 应该要背主要的锅 就是因为 把自己走薄了 他没有注意自己的弱点 我们来看看实战 我们来看看实战 对吧 你不是让我吃五个吗 你什么扣吃掉吗 对吧 围棋哪那么简单 对吧 这个顶其实让白棋的 这个地方的两个跳的联络 已经很薄弱了 小谷说我忍你很久了 请我们看看这部挖 我觉得警察看到这部挖的时候 应该是心里就不开心了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来说一下 正常说你联络只能吃 但吃完面的话 他会退一下 这退一下 白的就吃不消了 这时候黑的再回来 你就扣不到这了 你这个地方要垮了 这边一冲 这个仿线就全垮了 那你得花手棋去堵这个口 那堵这个口这边 黑的没死 他可以反断你 通过这个反断 你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收益了 大家看到 白旗不单七个被活捉 然后那个脚还被黑了 一手棋围了十五目 只提了一个杆子而已 如果这样的话 就叫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班旗就结束了 所以说锦山看到这部挖的时候 他不能外打了 他只能内打 但内打的话问题又出来了 请我们看到 你内打是痛快的 当我一断 这时候你不能体制被挖死 你只能唬 然后这时候一个横冲 就是杀人的人 这时候会发现 我不要被反杀了 锦山这时候 就发现问题有点严重了 因为你已经接不上了 接上的话这一长 由于这个冲的先手 你已经回不去了 你已经被反包围了 这个冲不过去了 没有这个冲的话 你可以这样苟断 还可以跟黑的杀器 但是呢 或者这样冲断 那有这个冲不行了 所以说呢 这时候他不能沾了 他只能把这个紫拔了 那拔了的话呢 请我们看到 就不是吃七个了 首先 这被就连根拔起了 请我们看到 全部自己 这条笼 首先先全部被冲吞掉了 然后冲吞掉之后呢 他只能转站 转站右上 去围攻黑棋的那个腥味 但是呢 这里早有准备 黑棋这里有个段 请我们看到 就刚才我说 因为你没有抠枝嘛 这里牵个段 然后他可以从这挖 挖回来 挖回来之后 请我们看到 格局就是急转直下了 请我们看 自己 反而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 就是黑棋 白棋 处在一个 警察处在一个 自己被围攻的一个 一个状态下 然后这里 如果力 黑的冲回来 你还得去连 然后黑的收关 那这棋 黑的白的就不够了 大家看 自己全部被反杀了 就是他这种 只能咬的牙 去冲断黑棋 冲断黑棋的话 又遭受了一个 手筋的重创 我们来看一看 吃完之后 就送吃 送吃完之后 他就硬冲 这里 就要求去打赢 这个结 请我们看到 锦杉仪如果结的话 全盘没有结了 接的就提 请我们看到 没有 没有结财了 都不要了 比如说你这些 这些都不要了 这些甚至这个都不要了 因为他提是带响的 中间全没了 连续的轰 就跟那个大炮一样 连续的轰击 你最后 那个龙全部被轰平了 这些角度可以不要了 所以说 没有结财 没有结财 他没有办法 这时候只能是 把这个子给拔掉 拔掉 让黑的这样吃回去 然后他再重振旗鼓 作为一个高手 在重振旗鼓 但是呢 虽然说这样 这个 白体损失了一些 明眼被反攻到处 但是这个棋 还是很神奇的 球们 下到这里呢 就是 怎么说呢 是这个棋 黑的优势 但是呢 并没有想象中 优得那么多 这里也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串手巾 白的连续的拔花 也拿到了一些木树 就是说 居然还是一个 小胜负 当然了 锦山好像是 这个用力过目 还是付出了代价 请不看 整个还是死得太多了 只是没有想象中 死得那么多而已 就是输得那么多而已 然后这时候 这个力也很大 请不看 其实这时候进入关子 因为不力的话 会被白的先手搬瞻 请不看 搬瞻之后 我觉得这块棋 没有完全活 还要被搜刮 所以西根地很大 然后最后的这里 白棋先手发动了一波 也不算冲锋吧 先手的这个便宜 就是想把这两个子割掉 这也算是一个关子的小手段 然后虎一下 这个是跟起三个是 可以说后面景山也是奋起直追 及时直损之后奋起直追 下的还是很精彩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还是无法掩饰 他118这个用力过猛的事实 请不看 因为自己还是死得 明显死得多 大家看到肉眼 我觉得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对吧 还是明显他死得更多一些 虽然说最后他也是竭力的 我们看到 弃掉了自己的中间九个子 在家这十二个子 然后呢竭力的去收官 稳住了正脚 把右边活掉 竭力的去收官 我们再继续看几步 但是呢 胜利的天平呢 已经不在他这边了 就说这时候 其实应该两位棋手都已经知道了 什么叫知道呢 都已经知道了 就是最终的结局 就是说 由于关子并不是很多了 请我们看到 全板 这里沾也是一个好 非常大的棋 因为他这里可以搬过来 但是呢 请我们会看到203 类似这样的棋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触 就是当你对面的一个 失业冠军级别的选手 主动的下 类似201 203这样 回缩防守的时候 那就只能证明一点 请我们 对吧 证明哪一点呢 他告诉你了 他赢了 虽然说这般棋 还是很细舞 威系啊 或者说双方 还是非常接近 警察还是打拔继续的 竭力的在 这个收官 可以起搬担牵手之后 小谷也是把最后一个 大关子给提掉 就是右上 把那个脚彻底的给 黑心拿回来 然后这里的话 下到211手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全盘可下的点 已经非常的少了 越来越少了 但是还有几步棋 我们再给大家 简单的摆一下 就是 其实与胜负 关系不大了 应该双方都心智肚明了 我觉得这盘棋 最大的问题手就是118 就是杀到兴起啊 其后我们就是忘了 有时候我觉得真的会这样 不知道其后我们 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就是光顾的 这个扎针光顾的 破黑气眼 其实它这个扎 已经诱发了 后面一系列的 包括这个蛙的问题 没有这个扎针 它没有这个蛙 其后我们 然后下到这里 219手吧 其后我们会看到 大的地方已经定局了 然后做一个最后的土地 大家可以 其后我们可以从 双方的这个手法 包括这种打持 能够看出来 双方对局势的这个 我觉得优劣的这个情况 锦山是做最后的一个 挣扎跟努力 也是尽量的想让这个棋 其后我们看到 差距变小一点 但是小古子豪呢 也是一路在补棋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是这个棋已经赢了 最终没有棋了 所有的地方都便宜到之后 锦山只能是占截 占截之后呢 这盘棋也就 基本结束了 我们也可以 给大家就摆在这里吧 既然是236手 最终的话是289手 因为后面 球门看都是一些 先手一幕了 什么冲了 一路斑章的关子 不可能影响胜负了 最终的结局呢 是黑棋 以三点获胜 也就是说 盘面11幕 这番棋 小姑在前面遭受巨大的 攻势的压力下 沉着冷静 临危不乱 顶住了锦山的猛攻之后 诱发了锦山118的杀招 或者说是一部用力过猛 然后一部 球门看到 一部125加一部127的一个反击 带走了锦山 虽然最后差距只有三幕棋 但是呢 其实是大局已定 但是呢 也是一盘双方对攻的一个 非常精彩的一盘棋吧 好吧 然后这盘棋呢 我也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了 好吧 也就是希望大家继续的